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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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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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该不会是你们谋财害命 将他杀害了吧 没有 我们怎么敢杀害他呢 先谈平生为善 心怀菩萨仁德 因而感动天地神指 天神伸手将他接住 令他无一毁伤 仙太落下井后 看到一旁有个洞穴 洞穴直通一户人家的水解 他正是从那里爬了出来 未经许的流程中 不在乱人家的手 不在乱人家的手 是饿命的 步行七天才得以回到本国 嗯 仙探 为何你空手而回呢 只因我运气不佳 未能采得宝物 所以空手而回 有蹊跷 嗯 这里面定有缘故 你们听好了 要想活命 就快将事情经过城市交代 父子只有死路一条 国王饶命 国王饶命 仙探得知此事 为之哭泣 立刻来到国王面前 叩头请罪 仙探哪 这些商人违法犯证 他们是理当受罪的 哎 愚痴的人起了颠倒邪剑 不足以令明智者责罚 恳请您原谅他们的无知吧 啊 哼 国王嘉许仙探的人德仆辈 便原谅了商人们的凶杀之罪 命令他们即刻归还保护 嗯 仙探要不是凤佛者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德之心呢 是啊是啊 他真是太了不起了 请您收拾 他请您一定要收拾 真的不用啊 嗯 长蒙人德护佑 是我们的性命得以保全 希望您能全数接受 请不要再推辞了 仙探人士答应了商人们的请求 将一部分财宝还于国王 剩下的全部用于布施 那时的仙探 就是后来的释迦牟尼佛 国王 臣子和人民 为仙探的德行感动 于是相继归一佛教 受持圣祭 从此 自孝尘中 受到天神拥护 国家风俗 人民康乐 四敬邻邦 清新福蝶 无不称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